大家好,我是Another Watch Magazine的Lewis 今天帶了一隻非常冷門的手錶給大家看看 而這個牌子,我所說的名字,大家都不會聽過 這個牌子叫Yelong,是一個愛爾蘭的牌子 大家都可能完全沒聽過,原來愛爾蘭也有出手錶 其實這個Founder,他叫John McGonagall 他們兩兄弟在製錶界都頗有名的 他們兩兄弟以前有一個牌子叫McGonagall 用他們的姓來做牌子 但是後期兩兄弟拆了火 John McGonagall自己獨立出來做了這個牌子叫Yelong Yelong是一個愛爾蘭文 我查過大概是這樣讀 他買了一堆古董Voucher 88的機芯回來 自己重新打磨做裝飾 出了他自己的第一隻手錶叫HB-1 我們這次帶了一隻手錶給大家看 一起開箱 先打開紙盒 裡面有一個很漂亮的皮盒 這個就是他的證書 裡面有寫了一隻錶的製造年份和月份 serial number 接著就有一些基本的spec 然後打開這個皮盒 就看到這隻錶了 這隻錶有什麼特別呢? 坦白說這個Voucher 88的機芯當年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機芯 但是因為已經不再出不再做了 市面上的機芯都是一些舊的機芯 是組件 也不是一個成型的機芯 它是一套機器 有所有的零件 你就要自己重新做打磨 做裝嵌 這些機芯其實在製標界是很受歡迎的 很多人去找這個機芯來製造 但是因為當年失傳 其實就已經很難再去找到這一些機芯 據聞以前好像大概五六年前 有一個人突然說他手上有五十隻 所以就在市場拿出來賣 但是當然大家都不知道這批機芯究竟是真還是假 所以要是一些很專業的製標師 它們才會分到那些機芯的真偽 說回這支錶 這支錶是一個直徑40mm的Titanium殼 這支錶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它是有Chronograph 再加Complete Calendar的功能 Complete Calendar的意思 即是它有月份、星期和日曆 月份和星期就是相視窗在12點位 日曆就是一個指針式的日曆 在錶盤的外環上高 就有1-31日曆 是用一個中置的指針去指示 它有時分 當然也有計時功能 在當年來說 其實這個機芯是非常厲害的 有Chronograph 又有Complete Calendar 非常實用 而且你看到機芯就知道 看上去非常複雜 是很帥氣的 很明顯會看到的杜柱輪 然後有一堆不同的橋 這個是一個不同的規格 因為它一年只能做到8隻錶 數量不多 所以每一隻都可以做一些裝備 我覺得這隻錶唯一理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的天生缺陷 就是它的機芯很厚 所以這隻錶也很厚 這隻錶的厚度有14.2mm 對一個不喜歡口錶的人來說 其實是非常硬硬的 但對我來說 其實我又覺得 都OK 因為我都帶開一些大錶、口錶 在個Case上高 其實都花了很多功夫 做了很多不同的Layer 不同的設計 在上高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心思 這些錶定價20多萬 機芯就不算很值錢 但是在功夫上高 其實真的的確很值得欣賞 大家待會再去Close up 看看機芯打磨 好 不知道大家對這隻錶怎麼看呢? 會不會覺得這隻錶 一個這麼基本的機芯牌子 會不會覺得這個定價又特別貴呢? 歡迎隨時留言給我們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和Share 記住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多謝收看 拜拜